三母义记上第十八章第二节 那日苏罗留住大胃 不容他再回父家 没错在两天里我们沿用着一个原则 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是需要好的环境 才将你里面好的质素拿出来的话 那你的信仰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因为很明显你里面是充满很多劣质 而你要甚至用一些的手段 一些的做法 一些的环境 甚至一些的人事 才能够将你内心那些的优质去勾出来 这个就如我所说 这种现象其实是一个未得救的人的现象 所有未得救的人 他们都是要依赖环境 我的意思就是好的环境 身边有好的事发生 无论那些事件或者身边的人事 如果这些全部一不信意的话 你就会见到 哇 这个人大发泪停 所有的劣质都好像山红布舍一样 将杂与推给人 又或者苦读 万骂 或者忧虑 恐惧 哀哭 这种像不像一个信仰主得救的人的质素呢 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 我们希望得到神 极大无比的祝福 但是弟兄姊妹 在我们学习 和希望得到这种祝福之前 我们始终都要知道 就算世界上最恶毒的人 神最尊厌 和神决定要审判 他们这些罪人 舍万人 这些恶人 他们都想得到 世上最好的祝福 为什么呢 我想给你知道 弟兄姊妹 不是因为你想得到这些的祝福 那你就是配得的 如果你是个恶人的话 你在神的面前 得的绝对不是祝福 甚至是审判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去自己 去省察自己 免得当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 他第一样 是激打我们 而不是去祝福我们 因为仍然是那句 不是等于理想有祝福 你就是配得的 不是你想拥有祝福 神就会给你 也不是说你想 去得到祝福或者恩高 那你就是个义人 最自私的人 都会想得到祝福 最贪心的人 最恶毒的人 都想得到祝福 并且想得到的 比别人更加多些 我们现在研究大卫 和素罗的分野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看看一个 配得神祝福的人 他们有什么质素 这些质素 如果我们不效法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绝对 没有可能 复制同样的现象 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早年去信主的时候 就算没有那么多人 去鼓励我研究圣经 但是从圣经里面 都看到一种的科学 就是说原来那样东西 是按照一个定律 去发生的话 那你就一定可以重复 去将这种的现象 去复制出来的 就好像化学实验室 他们做的实验 将水混流酸 或者流酸混水 是会 只会错误的话 你就会甚至产生意外 这种的现象 无论你长屋记得次 都会一样出现 但是圣经打从一开始 已经向调 神是以祂的例典 将它定我们 在祝福 或者在就座当中 所以我初信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 当我寻找神 祝福人的律的话 那我一定就会得着祝福 就一定得着神的高升 而大卫呢 我相信在圣经当中 可以说 无论新药 或者旧药 都是一个首屈一指 最好的榜药 让我们理解 神为什么主动去寻找大卫 高升祂 祝福祂 当然另一个人就是 药室 这个我们曾经回过 很长时间去分享 到现在我们的主日 都没叫分享完药室民众 当你现在再说 圣祭启示录的时候 无依人 药室 又是其中当中的主角 药室的恩高 又是其中一个主角 所以在这里我们藉着这个机会 我们分享的另一个人 就是大卫的优质 大卫神在圣经里面 是很仔细的形容大卫的优质 所以如果我们想重复大卫拥有的祝福 它临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反应 内涵 好像列表的 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将大卫 它的反应 它的内涵 列表的 又放在另一边 我们自己互相对比 当我们发觉 我们自己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应该剔除它 我们应该改它 我们应该 自己去反省 自己去纽正 而每天我们在过去的日子 我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越接近这些优质 神的博人的性格 我就越拥有这些优质 神的博人 同样有的恩代 和祝福 三母义记上第十八章 第二节 那日 苏罗留住大卫 不用他再回父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